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建会的暴力对决 观念方是紫禁城复战队 对面还是熊迪的三攻 现在熊迪 熊迪他们现在三攻建会几分超高了 碰到哪个豪门过来也得甩你两耳光 这太厉害了 就建会这个层面 熊迪这个三攻感觉 现在就第一三攻 那咱们看看这场比赛 对面守卫一把大克 观念方紫禁城 有没有机会 观念方今天选择了 比较柔一点的国标 大唐加咒诗的女儿国标 开了一把地震 对面还是九黎石驼利普陀 没有林伯承 直接起飞 打面伤 熊迪他们爱亲宝宝 你知道吧 就他对人的话 倒是也针对人啊 但是他是一个特别喜欢亲宝宝的这么一个三攻 你看 一般三攻开场肯定冲着人来了嘛 他就先亲宝宝 就有自己对于三攻的一个理解吧 先控九黎石驼没封中 野兽 补上 打飞三个 点防御了 你看还是冲着宝宝来了 放下土刀 两颗五行猪 还是点着宝宝飞的 又亲了一个宝宝 亲宝宝也会影响观察皇人物的一个操作嘛 一样的啊 因为你没宝宝的你就得补宝宝 点防御 换孩子 无间地狱 加弩好 老规矩啊 老规矩了 你看又亲了 观察皇剩下俩宝宝了 你就喜欢亲宝宝的三攻 无间地狱开启 风中利普陀 破甲树再丢一丢 清一波宝宝以后就可以针对观察皇的人了 来针对哪个男人 打飞两个 但是没有大糖 怒猴 下一波又是两颗五星猪 那观察皇即时的先把宝宝补出来 有宝宝才好卡要嘛 五个宝宝七拳了 看看对面是下不继续针对人呢 还是接着亲宝宝 把观察皇血量压下来呢 观察皇他就不好点了 哎 女儿村你163呢 直接被劈死啊 黄泉手抓 打飞三个 精轻放一把 小爽 观察皇要点了 先点九黎城 大糖给个便宝宝根就可以 九黎 不是 普陀山打九黎城 他吃亏啊 因为普陀山他不看你抗性啊 物理鞋和法蟹杀九黎容易啊 比较占便宜 他抗性地打了就疼啊 普陀山就是普陀山 打九黎都不占便宜 哎 观察皇大糖扫的啊 哎 还真是扫的啊 给的还挺多的 我就说给把便宜差不多了 那这还没点死 立指 我还人 没人装 回头再把九黎城封进去 但九黎城 他身上有小死亡呀 啊 你封九黎干嘛呀 他身上有小死亡 他这回合肯定会把小死亡解掉的 因为他碰一下就死啊 他不可能不解小死亡呢 解小死亡的同时 那不就把你的封印给解除了吗 啊 那为什么要去控九黎城啊 就解小死亡的同时就把 女儿村的封印解除了呀 这就烧带手的个事嘛 你控谁也不能控九黎啊 这一波 这波女儿村封印血亏 地府也被抽死了 哎呦一万 你现在宝宝可点不了防御啊 你前期人物状态还不错 宝宝可以点防御 现在这这情况宝宝又没法点防御 对面青宝宝他就快了 看一把清净菩提 先把无间地狱顶掉 但是感觉局面已经不在了呀 神药 磁心吸吸 哎呦呦呦 哦车啊 剩下一个隐身宝宝 对面鬼眼一打 比赛结束了呀 就这么快啊 就这么快 现在兄弟 他们这三宫很离谱 你知道吧 强的离谱啊 当然仅限见会啊 仅限见会 拜拜